健康同学会 同学会健康 欢迎参加5G健康同学会 现在由于科技的日新业裕 手机也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必需品了 如果想想看 如果我们有一天离开了手机 那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没有办法去划很多东西了 没有办法互相联络了 对 没有办法互相联络了 但是很怪哦 最近这几年 这个WHO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把手机的电磁波 列为2B的致癌物 换句话说 这提醒了所有全世界的人 注意手机在方便使用之余 是不是有一些坏处 我们必须要记得呢 可能有一些隐藏在里头的危险 而且我们现在台湾 才刚刚进入4G时代 我们测过手机电磁波 当时还在2G转换3G的时代 现在手机都日新月宜进到4G了 4G手机的电磁波 究竟怎么样呢 好像还没有 我们等一下 然后在现场要测试一下 实测一下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电磁波到底长什么样子 你看过吗 电磁波 怎么看 怎么有个画面吗 看不到 对啊 看不到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眼睛看到的世界 换另外一个仪器来看 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我们就来看看 真的有这好事者 把这个手机电磁波 把它显示出来了 这个是英国的Newcastle 新宝大学的博士生 叫做Herman 他对WiFi的这个电磁波的讯号 真面目感到很有兴趣 我们猜想说手机电磁波 电磁波应该是有一个波纹 对 他就真的利用某些仪器 把WiFi的讯号变成了彩色的东西 然后搭配不同的颜色 呈现出来 这样子就是手机电磁波的样子 你看 在各种不同的地方 对 我们人这样走路的话 走出来 电磁波就出现在这里 就迎接你走出来 对 各种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强弱 当然我们从报道当中 看不出来什么颜色代表强 什么颜色代表弱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人都没有出现 对不对 那其实都是人拿着手机 在走走走 之后走出去 换句话说 这些电磁波的确 充斥在我们的周遭 只不过我们的眼睛 可能看不到 就像某些太阳光 什么红外线 紫外线 可能我们看不到 那这些电磁波 对于我们人体 究竟有没有影响呢 就是一个大问号了 而且影响有多大呢 对 那如果有影响 怎么做实验呢 怎么做人体实验呢 对 这好像也很难吧 也很难 对 也很难 好 不管怎么样呢 WHO已经把它列为 2B致癌物了 值得全世界的人们注意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 来公布检验一下 手机 家电用品 交通工具 还有校园的电缆线 他们的电磁波 究竟怎么样 当然我们知道 电磁波有电厂的啦 还有磁场的啦 不太一样 单位也不太一样 等一下我们一一解释 给观众朋友听 好 我们请江医师 先来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 事实上呢 我们周遭的电磁场 电厂以及磁场 它的波是很多的 有的会对我们人体 造成立即的伤害 那有的是会产生热 那有的是我们看不出来 有什么伤害 来我们可以看看 所有的电磁辐射 它是用频率来分的 频率 那频率比较高的部分 其实它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它频率很高 它快速的震动你的分子 会产生热量 对 那会产生热量的结果 就像我们的 GAMMA热剑 这个用来GAMMA造色癌症 对 那这个用来检查你的身体 尽量稍微 能量稍微低一点点 不过 还有它的危险性 为什么 因为所谓的游离辐射本身 它的能量够强 可以在照射你的时候 把锡原子的一个电子打出去 这样子哦 所以它甚至于对你的伤害 会有所谓的累积效应 还有累积的 所以你 像我们现在国家有规定 一年 你可以乘出两个豪西弗等等 你不要超过 超过这个剂量 累积的结果 你可能就会致癌 对 那往下走的部分 就是没有办法 游离出电子的这种 所谓的电磁波 它一般来讲 也会被你吸收 它没有办法把你一个电子打出去 不代表它不会有伤害 这一点可能大家不要误解 那这个中间包括紫外线 比较高一点 对不对 那微波 那甚至下去 微波炉里面的微波 微波 微波会产生热能嘛 微波速度够快 也会产生热能 热 然后下面就是 我们的手机用的 手机 手机也会产生微微的热 微微一点点 对 不过一般来讲 你是感觉不到的 你感觉到的手机的热量 几乎都是手机那个变电器造成的 哦 是变电器造成的 讲酒会烫嘛 对对对 那个是变电器的 而且越平越糟糕的手机 那个越糟糕 那手机应该都叫做低频了吧 对不对 没有 它这个还算是 不能叫做太低频 不太低 另外一个磁波 对我们威胁性比较大的 叫做所谓的超低频磁波 超低频 超低频也有问题啊 超低频也会有问题 也会有 在哪里 像我们的四电60赫兹 对不对 是300以下 这个叫超低频磁波 那超低频磁波本身的生物效应 其实是被早就被WHO公认 真的啊 它在20年前左右 大概就被公认为2D自然物 那还更危险 它还更早 所以哪个Range是安全的啊 都没有 没有 其实说起来 可见光是最安全的 对 目前可见光 我们看到的光线 可见光你真的照太多 它一样 你也会得到皮肤癌等等的问题 对 所以这些光线其实都带着能量 这些电磁波都带着能量 太多的曝露量 其实对于我们的细胞 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 这个辐射的 这个带给我们的好处以外 我们要注意它的安全性 时间要控制 曝露量控制在一定的情况 好 那这样问题就来了 那手机呢 对不对 每天对着 对 手机已经变成了2B类的致癌物 潘老师来告诉我们一下 一类致癌物 基本上黄旗毒素 披霜 这个是对人各有明确致癌性的 那2B类的致癌物摆在这里 咖啡泡菜跟手机电磁波摆在一起 那我们就觉得说 好像没那么严重 它到底严不严重 它是这样子 这个一级就是没话讲 就一定都致癌了 包括人类都确定是致癌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就吓死 所以因此呢 卫生福利部只要看到是一级致癌物 一定全部都会禁掉 这里还有槟榔 对啊 照道理应该全部都要禁掉 照道理应该要全部禁掉 应该要全部禁掉 然后呢 2A不一样 2A的意思就是说呢 动物的实验是充分的 但是人类呢 还没有数据显示 它2B是什么呢 就是说连动物都不是很确定 但是有怀疑了吧 不是 不是怀疑 就是说呢 十个科学家 两个人做致癌 然后两个人做不致癌 这样子 那或者是说呢 有的做的时候呢 是可能就说 统计学上没有意义 但是呢 人数多了 这个动物的知数有多了一点点 像这种就还不充分 不充分 所以这就是属于2B类 了解 所以那现在2B类 这个当时因为在这个 欧洲的一个国际会议 找了全世界16个国家的专家 来讨论这件事情 最后才决定说呢 把它放成2B的原因 就是说呢 他们认为是说呢 不能够完全排除 它在动物不致癌 那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手机电磁波 究竟是如何 那全世界总有一个规范 我们才知道它对人体 到底怎么样呢 但是很抱歉 手机电磁波 全球的标准 非常混乱 非常混乱 乱到不行 什么叫乱到不行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单位统一使用这个维瓦好了 维瓦 我们看到这边是英国国家辐射保护局 它规定说这个维瓦要到多少呢 这个标准就是比较OK的呢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亿 这边到一亿 到一亿维瓦 它才会有问题 接下来到了这个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就是FCC 这边是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一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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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记得这个数字 这是美国 美国需要到一千万 那这个国际非游离辐射防护委员会 这个很重要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需要到多少呢 也就是我们台湾国家 比较常采用的 到九百万 九百万哦 然后德国的萨尔斯堡认为 基地台一千 然后EU就是欧盟 欧盟的部分国家要一百 要一百以下 德国的萨尔斯堡这边又来了 GSM3G 户外的标准值只能十哦 不能超过 然后也有说 室内的标准值只能一哦 然后BRD的提案 也就是德国 德国的住宅区要一 然后卧室不能超过0.01 将一事来告诉我们一下 为什么这个全球的标准 这么紊乱 这么紊乱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测 应该都不会超过WHO的九百万吧 没错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刚开始 这些我们的电讯设备 这个东西的其实发展的是很后面 才发展出来的 那电子东西发展得很快 我们医学要做研究 其实都要讲年的 可是你们电子手机 它什么三机四机的 你两年动不动翻一翻 其实医学根本跟不上 跟不上 我们的困难是医学上跟不上 我们没有那么多经费来做这种研究 而且你要晓得 医疗做研究的时候 如果做的是什么研究 你知道吗 药的研究 那就比较没问题 为什么 因为药通常有药厂提供的经费支持 而且做完这个研究之后 搞不好还可以发财 因为你可以申请专利 对不对 问你啊 你做这种研究 你干嘛 你想要干嘛 党人财路 你党人财路 过来玩 对不对 对 所以第一个没有研究经费来源 嗯 第二个问题是说 这个东西的这个我们标准 包括我们手机的技术 并动太快 对 所以常常学者常常莫衷于是 不知道拿什么做研究 对 可是你看 那你介意我们用什么标准呢 我跟各位看 这边从0.00几到1000万 到1亿喔 一个同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欧盟喔 欧盟里面比较先进的国家 像什么瑞士 瑞士 德国的某一些地方 在这里 它都会定很低 都定很低 这是他们的一个特征 就是欧盟的 欧盟的规范 9万其实很低 你等一下看看我们检测出来的结果 你就知道9万其实是很低的 这样子 这是很低的 因为是维瓦嘛 对 这是维瓦 这是很低的喔 所以欧盟其实很多国家 它对国民的保护 是宁可信其用 所以它就把这个 菲博定的很低 要求大家 厂商都要遵守这个规定 是 那有些 像美国它就是 一般来讲 它就是绝对证据主义者 是 你现在没有证据说 他有毒 我就认为他没事 哦 是这样子 你有证明说 这个 比如说一千万 维瓦以下 有问题吗 你拿证据给我看 拿证据给我 你不拿证据给我看 我就说没问题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 在美国这个情况之下 通议委员会 因为通议委员会大部分都是 坦白讲都是工程师 对 他跟一致态度完全相反 工程师的态度就是 除非你证实有害 不然我认为都OK啦 对 那一致态度说 除非你跟我证实无害 我都认为有问题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态度 就会导致这两个不一样的结果 你知道吗 这是工程师订的 这里面大概就会有意思 去订这种东西 是 没错 好 那我们民众 因为你要等待 真的已经有结果出来 搞不好这辈子还不见得到 没 等不到 所以我们要先 站在一个比较谨慎的立场 嗯 保守一点 我觉得像这种 要达这个 上益这个东西 几乎可以把东西加热 加热啊 对 这个坡够强的时候 真的哦 加热 已经加热了 它算是一个热伤害啊 其实很多 电磁波的伤害 其实不用都加热你 它就可以伤害你 对 我们也知道 刚才我们做电谣啊 做癌症电谣的时候 我们照射肿瘤 我们也没有觉得被加热啊 它主要是对脑部有伤害 它是破坏细胞的DNA嘛 它并不是来把你煮熟嘛 是 对不对 所以你用加热这个标准 来看它有没有伤害性 其实是不合理的 有可能对脑神经瘤 听神经瘤 可能会有伤害 目前的手机 我觉得对我们威胁最大的 像几个研究 像我们也知道 全世界最倚靠手机的地方 像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的困难是什么 它拉地线 比如我拉了15公里 结果终于掉了一个炮弹 马上这个就没有 全部电线就中断 所以他们所有的就是 很早就使用基地台 因为基地台炸掉一个基地台 其他网格装机台不影响 对不对 好 那以色列做了一个很特别的研究 他说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不受手机影响的话 所有的两边的腮线癌 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两个腮线就是对等 就是两边长癌这不一定 可是他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使用手机久的人 他的惯用手 比较容易长腮线癌 真的喔 右边就是右边长腮线癌 对 那代表什么 代表是你持手机造成的 不然的话 为什么要在这一侧长呢 对 你不能解释一个人 两侧的差别 对 不然两侧应该左右应该一样 所以那个研究 第一个因为以色列使用量大 第二个研究 这个研究很有趣 就是自我对比 对 对不对 你是左边比你的右边 对 你不能说你是什么抽香烟造成的 或者是你加什么东西造成的 因为你加在电缆线下面造成癌症 这个都不能讲 为什么 因为左边右边不一样嘛 对 所以看起来只有手机可以解释 左右边不一样的腮线癌 那这个腮线癌证实之后 其实对我们的威胁性就很大 那事实上也有人说 长期的使用手机之后呢 连续使用十年 脑神经流增加40% 对 那甚至于也有一些比较小的研究 做那种记忆研究的啦 影响记忆 还有其他的癌症的风险的 也有人讲 是 所以 因为这样子累积的结果 最后才把它定义为2B制癌物 2B制癌物 因为它逐渐的显现出 看起来有一些东西不能解释 对 除了它引起问题之外 你不能解释 对 没错 那另外英国有做研究 就是手机摆在裤带呢 对于男性的精子也是有影响呢 那究竟为什么有影响呢 等一下我们会说 那我们先进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呢 帮你实际测试国内的手机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在我们测这个现场测 所有品牌的手机 它的电磁波究竟有多强之前呢 其实呢 这个台湾电磁波辐射公害防治协会 就是年主人这边 他们有测试过了 在手机 部分的手机没有上网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电磁波比较小 那上网了以后 立刻标到两万五千维瓦 标高耶 狂标 两万五千维瓦 那如果你问我说 那标准是什么 全世界目前没有供电的标准 对不对 我们刚才从一亿 对不对 从一亿到零点零几都有 但是基本上 我觉得两万五千维瓦 应该也是蛮多的了 好 来 平板的话呢 没有开Wi-Fi是2.2哦 你看这么少 没有开 没有开 但开了Wi-Fi 还没开搜寻网路 就标到8600 所以换句话说 它的跳动是蛮多的 我们以前有做过测试 就是你手机开机 要去接讯号的那一刻 因为它发射电波嘛 对不对 那是比较强的 另外你上网的那一瞬间 因为它也是要 赶快去搜寻 赶快去搜寻一些东西 所以那个也是会标高的 也是会标高的 来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么多 所有的人贡献出各大品牌 全部都是一线产品 对 还有蛮新的哦 是 都在我们现场 那我们现在请这个江医师 来帮我们测试一下 我们Coeo先已经测了一个工作人员的 因为它是所有手机里面 唯一有四机的 但是因为四机的讯号很好玩 在各地呢 都处在不稳定的状态 而且有时候收得到 有时候收不到 那这边呢 它上网的时候的电磁波测出来是 149,100哦 对 一照欧洲国家的话 这可能都太高太高了 对 这都太高了 欧洲国家比较多几千嘛 对 这14万呢 这是四机才两格的时候 对 那满格五格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没有 两格的时候其实最高 最高为什么 它一直要去搜 对 它找不到 它要努力搜 对 所以它要发出很强的讯号想法 跟自己来联络 所以要hand checking嘛 就是要两个人要握手 对对对 然后呢 三机满格 21万五千 对 所以它这个机子其实还蛮不低的 蛮不低的 这个很高哦 然后这边是待机的时候也有17万哦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优先已经测试了 在来电第一响的时候 因为我们争取时间 各个手机的情况 我们来看 iPhone 4这是我的 这个是7万6 7万6 然后晶晶的是HTC1 然后M8 这个是最好的 对不对 14500 这个还蛮低的 对不对 然后潘老师的也是HTC1 是M7 是42 所以换句话说 M7到M8 感觉上好像已经 有差 已经有差 有倒下来哦 感觉有差 来 江医师你的Samsung Galaxy 就是平板了 对 是7万哦 7万4600 嗯 比较老的机器 感觉上越老机器越高 对不对 老机高 对 就像我们那时候测 是PHS的手机 这个讯号最高 那红素青 iPhone 5是6万7 对 然后有质的红米机 新的哦 这是大陆来的哦 红米机新的 56万9千元 罗怪 来恭喜 这个干嘛要恭喜 为什么好恭喜 电子锅王 就是 就是你脑袋的那个 没有 细胞优先跳舞 就是你要写肾啊 肖不停 格子旁边要写肾 肾就是肾 肾出肾 荷喜之友 红米机肾 一直在跳舞啊 所有细胞都在跳舞 所以我现在应该高兴吗 对 要换个皇冠 对 换个皇冠 江医师可以了 好 来 我们来测试一下 上网的是电磁波怎么样 对 我们现在来看看 那现在这些 这个品牌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来 姜氏 我们要拿过来 不能靠近 因为太多会干扰到 首先来 晶晶帮我们写一下 这个是iPhone4 已经在上网了 好的 数值是多少 好 它产生的数目是 我们设最高值好了 好 最高值 到3.0 3.0要乘多少 数值是多少 3.042 如果我们是维瓦3000 3000 3042 3042 3000多 对 然后来电第一响 会到7万多 对 好 所以这是iPhone4 你标很高 好 来 HTC M8 这个是水晶晶的 对 我已经停在网页上了 对 4182 4182 所以都是千而已 对 所以跟待机状态是差不多的 4182 4千多 它是维瓦 好 这个是潘老师的 大概是介于1987 1987 这个低 这个低 这个潘老师真的 待机不错 对啊 1817 真的是 潘老师就不能有人打电话给你 都不要打 好 来 这个是江医师的这个平板 这个大概不太很好看 应该很高吧 26580 医师你要不要换掉 26580 上万了 对 它在上网的时候上万了 对 26580 好 26580 这个机老还真是不行 还是不行 对 没错 好 来 iPhone 5 来 2247 2247 好 大部分的新手机都是签的 只有江西的比较难 来 精彩的是红眼机 红眼机 红眼机 在上网的时候是如何 来 我们来看它会变多少 多少 也不是特别高呢 2942 2942 真的没有特别高 所以换句话说 当有志在接红眼机的时候 来电第一响的时候 远离自己的脑袋 先不要去接它 先不要去接它 好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这个好了 这个其实我们有先测试过的 这个是有4G讯号的 4G的 4G的 高 现在真的是4G讯号 3G讯号 它借在中间 对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来 江医师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了 好不好 这个上网的时候 我们看电磁波 通常都比较少 因为它比较稳定了 是不是 应该这样讲 我们一般来讲 只是用来做Data 讯号 是不是说数字 或者是讯号的传输的时候 不像我们要讲话的时候 那么努力的 两个边的握手 对 占用的频宽 对 它不需要那么强的 频宽的要求 因为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手机的设计上来讲 讲话不能断断续续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讲 上网 要一微秒 快一微秒 你感觉不出来 对 一个画面闪现 上网了 或者是你这个图 早一秒钟 早两微秒出现 没差 所以它并不需要 像这样子 一直维持很快速的传输 必须清晰 它这就比较低的 而且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手机上网 已经断讯了 它那个网页都还在 对 还可以慢慢看 还在滑滑滑看 所以上网的时候 的确不像语音的要求那么高 因为语音如果断断续续 就被人骂翻了 所以问题是 断断续续会被骂翻 你就只好很强的电力来维持 那我们看都上万 这边是56万最高 对 所以像这样子的手机 其实我比较建议 可能要改换成有线的耳机 或挂个耳麦 对或者真的是 蓝牙拿出来好了 蓝牙对 蓝牙本身的瓦数低 所以它也不可能 产生那么强的电力 所以科技已经教我们一个方法 就是用蓝牙 其实是它让我们的手机里 我们的脑袋比较远一点 使用这种高功率的 或者是卸泼的手机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要使用耳机 有线无线都可以 那这个这里面 4G 这是唯一的4G手机了 4G手机 但有些也有4G功能 只是没有开通 那普遍都比较高 对 因为我认为是因为 4G的目前基地台 布台不够密 它要靠3G 4G弄在一起 对 而且它最主要就是说 它4G在动作的时候 它可能要跟 和远的基地台联络 是 对 对 你要发射出那么强的电磁波 跟那么远的基地台 两个握手的话 你就很强的讯号 了解 要很强的电磁波 林主任我在这边问您 你们协会也有做测试 对不对 针对手机 那手机当然全世界 标准很紊乱 我们刚介绍过 但是我们测试出来 这些都有上千 有的上外 那你们觉得是怎么样的 这样OK吗 我们其实 刚刚我们都其实是在上网的禁止状态 对 上网 当你又在播的时候 它真的会生产 真的啊 播的时候又滑 又不一样 对我们是在禁止状态 对 看程序 了解 所以事实上我们还是一直在呼吁说 你不要 你如果没用的时候 最好把上网关掉 上网关掉 对 没用的时候整个把手机关掉吗 不是不是 上网功能关掉 这样的传续关掉 甚至我们还有做过那个LINE的时候 他就是一直在抓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要补充 就是说 我们曾经有经过那个 那个什么 看护的旁边 是 那个病人已经是很严重的病人 可是为什么他周边电子波有这么高 那后来我们就是一测下去 原来 这个一定是谁有带这个手机嘛 就问那个看护 就看护拿出来 他就是保持在LINE的状态 哦 那个LINE有在接触的状态 一直去update啦 他 对 所以就是要小心 不要一直让他保持这个状态 没错 好 那究竟手机要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欧洲的研究 跟这个英国的研究 电磁波对于小孩的大脑发育 其实会产生影响 你看看 一样这是手机 对 你看到这个LINE也是手机 对 手机拿到头的一边 这是一个头 对 这是一个头的一个图 一个形状 结果你可以看得到 手机放在这边 结果他那个电磁波 产生能量的放射 他会伸进去 尤其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 他会进去几乎打对策 到对面了 快到对面了 对不对 10岁小孩子 这个 直到这里 一半多一点 可是大人 因为头盖骨厚 哦 头盖骨厚 好一点点 所以为什么说 有人怀疑是手机会以听神经理 因为这个地方就太接近听神经 对 就在这个位置 其他部分影响不到 因为你看 完全没有能量的感觉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展示的结果 后来欧洲很多国家 就限制小朋友的使用手机 对对对 就像比利时好像7岁 不能用 对不对 7岁以下不能用 对 7岁以下不能用 那英国 德国呢 据我之前了解的是 14岁以下的小朋友 带手机的话 可以罚父母 罚父母 不能带到学校 对 他带手机就罚父母 所以欧洲国家 比较先进的国家 有他去 有这个 针对手机 有去限制对小朋友 这个是英国最新的研究 英国爱希特大学的研究 有些人喜欢把手机放在裤带 所以当电铃响的时候 手机响的时候会释放电磁波 会伤害男性的精子 会不会呢 研究了 1492个案例 其中7件是关于精虫活动的 3件是男性不孕患者 结果包括了这个精子浓度的活动力 浓度跟存活度都有做检查 结果50%到80%的精虫活动 算是正常的 这是控制组 但是在手机曝露组当中 精虫活动力有下降8.1 那精虫的存活度少了9.1 不过对手机精虫的浓度 影响就不明确了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男性把手机摆在裤带 裤带里面 对于精虫 对于精子接近是近的 近的现在已经有国外的研究出来 对精虫的活动力 还有精虫的存活度 它是会降低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逐渐的影响 所以我们把手机摆在脑部 可能会影响脑部的活动 摆在裤带这里 那摆哪里就影响哪里怎么办 离远一点 我们也有方法的 手机离远一点总是可以的 对不对 比如说六种错误方法 我们可能会让手机增加电磁波 就是要避免这六个方法 哪六个方法呢 不要一直在移动中使用手机 因为手机只要接讯接讯接讯 它就会发射比较强大的电波 所以在移动当中使用手机 是比较危险的 如果交通通讯的时候不要用了 尤其是高铁 高铁那个讯号很难接 对我可能待会会好好探讨 超难接的 超难接那你可能会 但现在也比较好接了 我本来想说 比较好接高铁进步了 比较好接 它加强了吗 对 它加强了有可能 那这样电磁波就会更长了 走到墙角或是角落使用手机 因为角角嘛 收信又不凉 所以它会加强那个电磁波 另外手机挂在脖子上 或别在腰间 也容易造成电磁波的增加 还有长时间手机贴近耳朵 也是不好的 那手机用电量不足的时候 才充电也是不好的 在手机讯号弱的时候 拨打或是接听电话 这样也是不好的 好 这几个情况尽量避免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远离头部 对不对 远离头部比较好 好 这是手机的使用 换句话说呢 因为电磁波现在还不明确 对于我们人体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应该假设它是有影响的 然后远离它 至少比较安全一点 免得世界全世界都说有营养的时候 我们已经来不及了 对我们已经来不及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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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